大家好 我是Tim哥 又到了無線充電的時間了 因為上一次拍無線充電的配件 已經大概過了半年了 那最近其實有很多無線充電的消息 那我也剛好在一些購物網站 買了一些無線充電的產品 然後順便就一起開箱分享給大家 然後非常多的網友都在問我說 蘋果更新到 iOS 13.1以後 限制的無線充電的瓦數 是真的嗎? 今天一次全部回答你 好 回答之前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把小鈴鐺打開 那我們3 2 1 開始 那我先來講一下 蘋果它因為更新到 iOS 13.1以後 會限制原本他們的充電瓦數是7.5瓦 而降到變成5瓦的無線充電 因為其實你有沒有看到 像以蘋果三星 他們都有支持所謂的QI這個認證 QI這個是無線充電的一個Logo 有沒有 那這個Logo 他們其實在2018年的3月8號 他們頒布的就是QI V1.2.4這個版本 這個版本叫做 定屏調壓方案 那這個方案 為什麼要這樣做 它是可以有效 避開去干擾手機的頻段 把它降到最小 那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在無線充電的時候 你在手機的頻段上面 它就不會有干擾在 那也因為這樣 蘋果才把它放到IOS 13.1裡面 去做限制 好 那定屏調壓方案 它目前有支持的廠商 有NXP IDT跟CPS 這三家目前 好 那再講更簡單一點 就是你現在在蘋果的官方網站 比如說 Belkin Mofi Anchor這些牌子 因為他們這幾家剛好就是採用NXP跟CPS 他們的方案 所以他們的7.5瓦快充 是不會有任何的影響 那意思是什麼 今天如果你是有舊的無線充電板 雖然他可能標示10瓦 他的QI可能不是V1.2.4的 他是自然幫你降到5瓦 所以你還是可以充 就是少了那2.5瓦 這也就是說 你接下來在買的無線充電板上面 要嘛就是他們在官方上面 有文字說明說 他可能支持蘋果快充7.5瓦 或者是有支持iOS13.1 像這樣子的字眼 其實都要出現 那我剛好買了這麼多 還有一個我們家的 我們家的我等一下最後再講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是不是真的全部都有支持到 蘋果的7.5瓦的快充 我們先看這個 這個叫做 Iffinity的10瓦快充 我先買了這個 然後這個也很便宜 這個是三四百塊 沒有牌子 好無線充電板 但是你都是那時候在 10瓦 對這個我都我在PC用買的 這個他也是說 他叫他是10瓦 OK 然後這個這個牌子 大家應該知道 這是Moshi的 他是做手機配件的 這個我喜歡 對 好 然後我們公司有上架的 GIGA STONE 這是我們公司的 等一下一起開 然後我這邊又拿了一個 另外一個 就是這一個的GIGA STONE 放在旁邊 然後最後這邊有一個是 大家有一些手機沒有無線充電 好 那我也是在那個電商買的 他是說他可以接到沒有無線充電的手機 他就可以幫他無線充電了 好 那這麼酷 對 好 在這一個 我先開它 因為我要先把它裝起來 好不好 然後我也今天準備了 我們99瓦應該都還有貨吧 在路上 在路上 好 我們就我們99瓦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 來開箱第一個 這個 這個是貝斯的 貝斯其實是大陸的 蠻有名氣的手機配件 對 那這個叫做無線充電的貝貼 放在那邊去 他是貝貼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就是一個Lightning的 這個是絕對不會通過蘋果認證的 然後他是這樣 貝貼 就這樣 好 就這樣而已 你看已經好了 好 我就放在旁邊 這是我的iPhone 11 Pro OK 那我們就先開Moshi的 Moshi我們開的時候 我同時其實有開一個網站 他們家的網頁 我一下來看 他是網頁有這產品的介紹 但他最後這邊就有一個聲告說 他同時支持Apple的7.5瓦 跟Samsung的9瓦的快速充電的標準 他自己講的 如果他不是的話 你可以找他麻煩 因為我覺得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我也要講一下我們家的電商 我們家電商 助理你自己說 我們哪些是有支持蘋果的7.5瓦快充 這兩個 哪兩個 這兩個 這裡沒有 這裡沒有 OK 但是這五個 這五個都可以充AirPods AirPods OK 好 那大家知道了嗎 所以我也會自己申告 只有這兩個是有支持蘋果的快充 我先隨便點一個 因為我們這裡面有特別有說明 在哪裡 這裡 支持iPhone iOS 13.1的版本快充 有沒有 就直接就有了 那我們就先從你喜歡的這個開始好了 這個是Moshi 其實他蠻漂亮的 你有沒有看到 他蠻漂亮的 這個金屬質感 其實蠻漂亮的 他是Type-C的 好 把他充上去 Type-C OK Type-C 他有附線 他的線也是Type-C的線 OK 他剛剛有說了 他有支持三星的跟蘋果的 好 那我就先把蘋果放上去 有了 充電 有 好不好 好 然後 第二個 剛剛的這個好不好 試試看 有嗎 沒有 那如果這一面呢 有耶 你剛剛真的放錯面 對不起 那你重新擦 然後這樣 再試一次 為什麼反過來又不行 沒對到嗎 這樣 下一位 好 我跟你講 這種產品 我不會買 大家就自己斟酌 自己斟酌好不好 這個 這個 好 就這樣了 到旁邊了 好 然後 這是Mosh的 但他蠻貴 他一千多塊 三星在那裡 三星嗎 好 來 三星的 9瓦 有 你看充電 在轉圈 有沒有充電 無線充電中 70% 對不對 對 有嘛 對不對 有 好 下一個 下一個 好 那第二個 來 你選一個 這個吧 我覺得他這樣子 這個好像有三百多塊 好 因為有時候鐵移不一定是不好的 這個 我們試試看 好 來 他說 他有 他有到10瓦 好 那 試試看 我看看他的 他這是上手感期 到底行不行 我順便問一個問題 是不是一般他如果說到10瓦 你搭配的插頭也是需要到相對應的瓦數 他才會 沒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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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拿一個無瓦插頭 你一定要到超過10瓦以上的插頭才可以 所以我才拿我們家的99瓦 我們這99瓦一直被消費者賣 你知道為什麼嗎 太賣了 一直缺貨 可以 可以 蘋果過 然後來 三星 過 有充吧 那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你有沒有看他寫的字 他寫無線閃充 就是啟動了快充 三星的快充 好 那你看了 墨許沒有 你看 你看 Tag一下 無線充電中 他沒有 所以你剛說的沒錯 便宜不一定是不好 對啊 換下一位吧 這個好了 Infinity 10瓦 等一下 我想試試看這個 我在拆的時候你順便看 你有對動嗎 你對一下 是你的殼太厚 不可能 這個是Pixel 有了 60% 但他沒有出現什麼字 他真的充了這裡 OK 來可以 換這個 這叫Infinity Infinity 我有找他網頁來 你來看一下網頁 他也是說 他是10瓦快充 然後他300多塊 他寫現階段支持蘋果7.5瓦 現階段 OK 好 所以搞不好他是在iOS12 不曉得 我們就 純粹開箱 我們沒有任何業配 來 Micro USB的 這個 但說實話 我不曉得他這個字 在這邊好醜 我這樣很直接嗎 不會 好來 先iPhone 有 有 充電 三星 來 他是無線充電中 無線閃充 無線閃充 他也是無線閃充 然後 Google Pixel Pixel 4 這裡 有嗎? 有 有充了 他也可以 可以 這三個 是我們那個買的 這是我們電商有賣的 等一下 你要看包裝 來包裝這個 這個是我們剛剛說的3個 9100B 應該是這個 這個 699 這個 然後他另外有亮 這個也是沒有的 好 但我們還是測給大家看 好不好 好好玩 以後我們一人桌上放一個 好來 好那先放iPhone 應該是可以充 可以啦 但是他們這個 他上面有寫 就是你盡量要搭高瓦數的插頭 對 我們是高瓦數插頭 閃充 無線閃充 對啊 他有支援 我們也是有無線閃充 有啦 他這個雖然沒有到蘋果的那個 對 但是他有直接先自己聲告說沒有 我覺得這個誠實 誠實也很重要 有嗎 有剛剛有 有這個有 有我看到了 OK好拿起來 好那最後一個這個是有的 他有聲告 他有通過蘋果的7.5瓦 就是我剛剛說的 然後最高到15瓦 15瓦 因為現在有很多安卓手機 已經無線快充 甚至有到20瓦了 他已經到15瓦 然後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他旁邊是好像鋁的樣子 滾邊 滾邊 滿喜歡的 H我也蠻喜歡這個 H有差 你看 價格差多少 這個兩個是這個一個 我們這個是那個QC的輸出 三星先好了 9號三星不能充 可以啦 無線閃充中 還有50瓦充吧 而且他放上去以後變成 這是什麼 藍色 你蘋果來 OK好來 我們經過 吃蘋果 吃蘋果 有啦 有啦 可以沖啦 食物啊 那個 這個是Pixel 4 到底在哪裡啊 你放你放你比較會放 我跟你講 這時候有手感 有手感 有手感 然後變成藍色 好的 最後啊 所以他現在雖然是已經頒布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符合到7.5瓦 還是偶爾在買東西的時候 看一下他們 網站的宣告 第二種是也要留意一下 就是 我覺得也很簡單的辨識方法 他有通過QI的認證 但是他是 2019年出廠的 絕對一定有 因為他這個頒布是2018年4月 所以可能6月之後的一些產品 等於是2019年的新品 無線充電板也絕對沒有問題 所以如果這產品有知道日期 你看一看 是不是 今年2019年的 這個你買了應該會有 他只要有QI的認證 那這些是基本 大家可以去辨識的地方 好 那我們的電商就是 你看到 他雖然 他自己已經升高說 他沒有 但是 他還是啟動了三星的閃充 然後AirPods也都可以用 以上 充電板是這次的開箱 最後 我覺得MUSH的質感是最好的 我們送他好不好 各位 那一樣 訂閱我們頻道 還有Tim嫂頻道 跟重點旅人的這三個頻道 還有IG 還有IG 然後 無線充電板 就說 我要抽無線充電板 我要抽無線充電板 後面加一個 你要為什麼想要 你喜歡哪一個 你喜歡哪一個 喜歡哪一款 我們那麼多款 你也可以說喜歡我們家的GIGA STONE OK 一樣 相關的遊戲規則 我會放到資訊欄 跟留言的字頂 好不好 那一樣 這一則觀看要十萬 我才把這個送出去 好啊 下次見 拜拜